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前方移到后方 关于太极侠的台前幕后我们报道了不少 今天终于到了揭开主要人物真面目的时刻 终极道boss黑暗邪魅 港警霸王花英气十足 高级督察拜金逐利 太极之子误入歧途 从基努里维斯到莫文卫 从任大华到陈虎 四大主演在片中的故事 至此全面曝光 电影太极侠 他讲述太极角色陈灵虎 通过格斗捍卫太极尊严的故事 经常演英雄的基努里维斯 这回改走反派路线 饰演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 他在1997年来到香港 从一些浅的背景 有一个浅的过程 他不仅仅是一个安全公司 但他担任一个比赛公司 找到另一个比赛公司 他是个姿势的姿势 在这个黑暗人物的引诱下 功夫小子陈灵虎 放弃隐居山林的生活 加入黑市格斗 误入其途 Master wanted Tiger to be a next Master which is himself but Tiger doesn't think it that way Tigers want to be Master but different kind of Master he don't want to just stay in the temple all his life he want to show the Taiji to the world 围绕陈灵虎打黑拳 各色人等相继登场 其中包括任达华扮演的 唯利仕途的警司 在电影里面演警司 跟那个角落 都是两个成为一派的 我们都为了钱去工作 很难说警察是一个好的警察 还是快的警察 但对我来说 我的目标是为了钱 电影里有坏人也有好人 莫文蔚扮演的港警霸王花 就是很正直 他与反派势力 进行了激烈较量 虽然莫文蔚在片中 没有感情戏 可这部电影拍完 他却找到了 跟老李谈恋爱的美妙感觉 进行较量的重要手段之一 就是武打 吉鲁里维斯特地请来 袁和平坐镇指挥 武打设计突出凶狠的太极 此外演员打斗时 又杂柔了世界各地的武学风格 例如美国的散打 阿西的柔术和日本的空手道 因为我就自己的工作 动作他们的容行啊 自书船啊 很多门牌人和他一场都很不错 这场舞台是非常不同的 从任何其他演员的演员 太晋是非常流行的 并且很流行的 并且很快的 很确实 很确实的 就像一个舞蹈的舞蹈 如果有一个舞蹈的舞蹈 就像一个舞蹈的舞蹈 舞蹈的舞蹈